星期!星期! 星期!星期! 美好的一天就從 每日靈良開始! 早安!今天我們來讀歷代治下的第九章跟第十章 而我今天挑選的是第九章的第七跟第八節 他說你的成仆你的仆人常事立在你面前聽你智慧的話是有福的 耶和華你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祂喜悅你使你做祂的國位為耶和華你的神做王 因為你的神愛以色列人要永遠堅立他們 所以立你做他們的王使你秉公行義 我覺得這裡有一個地方很特別 當時他前面第一節他講是把女王來 他就來到耶路撒冷要來烏考這個所羅門 好!結果沒想到呢 他把他心裡所有的都對所羅門說出來 而所羅門將他所問的都答上的 沒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 所以他開始羨慕 羨慕 他覺得他第六節講到說 我才知道你的大智慧 人告訴我的還不及一半呢 所以你的臣仆你的仆人 常勢力在你面前聽你智慧的話是有福的 我今天想帶大家來看是 那你想想看如果他的臣仆 他的仆人在所羅門旁邊的這些人 他會覺得他們有福嗎? 他們覺得他們會有一個這樣有智慧的人 他們會覺得有福嗎? 我今天想帶大家來留意感恩 有時候神讓我們在一個好的環境 我們習慣了 我們不覺得感恩 我們不覺得恩典 我們在這樣的一個地方 我們覺得好舒服 我們不會感恩 我們覺得我們變得理所當然的 我們理當這樣子 所以當有一點點不舒服的時候 我就開始跳腳 可是沒想到我卻比別人好好多 你的臣仆你的仆人常勢力在你面前 聽你智慧的話是有福的 他不只另外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我想帶大家來觀看感恩 第二個我想帶大家來看到 我們有沒有因為我們 神給我們高舉 而使周圍的人看到我們的神是這麼棒的神 當世八女王來看到所羅門的時候 他反過來在第八節他說 耶和華你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祂喜悅你使你做祂的國位 為耶和華你的神做王 因為你的神愛以色列人 要永遠堅立他們 所以立你做他們的王 使你秉公行義 你身邊有沒有人因為你的關係 他們覺得你們的神太棒了 你們的神太棒了 所以好不好我們跟神禱告說 主讓我在我的眾人面前 主我可以常常的高舉你 可以常常的訴說你的美德 好讓人家覺得 哇我們這個神 要把我們的神太棒了 太好了 太美了 我覺得你應該常常這樣 所以第一個你要成為一個感恩的人 你謝謝神主安排你的一切 你謝謝神在每一天真的是照料你 所以你就有更多的裡面 就有一個話可以跟旁邊的人說 好讓他們真的看到我們的神 我們的神祂喜悅我們 祂使我們坐在高位上 好不好鼓勵你 真的思想看看 你也開始跟神禱告 主啊你真的改變我 讓我能夠學習一個懂得做一個感恩的人 願神祝福你 阿們 安分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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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